他是令巅峰奥尼尔想起来就头疼的对手 靠着一手以柔克刚和鲨鱼互报 也是让巴克利在电视直播中亲吻捋屁股的男人 他就是现任蓝鞋主席2002年的选修状元 曾经的东方长城姚明 也是在整个NBA联盟中 唯一一个可以和巅峰奥尼尔互报过的中锋 高大的身体和臂染提供内线保护 像科比一样柔和的手感搭配梦幻的脚步 让姚明在球队的进攻端和防守端 并没有出现像传统大敦魏中锋一样的尴尬情况 面对如今联盟中优秀的大个子 越来越少的NBA小球时代 理解老球迷开始想念这位 生涯不到十年的中国超级中锋 回忆起的NBA珍珠的点点滴滴 从出入联盟被吊打到怀疑人生 然后就是打出信心担任首发 从开创姚明时代到火箭的22年上 突破手中的气罐长虹 到因病黯然退役 姚明被许多美国球迷称作 中国长城的划时代人物 就这么忽然崛起又忽然消失 对于中国篮球来说 他是百年一月的奇才 对于NBA联盟来说 他也是一位传统篮球中 稍微另类点的救援 然而如今今天谈的最多的就是 如果巅峰姚明又回来了 在当下这个被库里小球统治的联盟 还能不能打出MVP的效果呢 其实这是个被探讨已久的问题 在联盟超级中锋 青黄不接的时候 一接的之前 只能拿蓝领公司的三流中锋 现在都能够拿到接近顶薪的行资 而且现在的五号位 一些传统观念上 所需要具备的技能 基本上都被抛弃 不只是姚明 如果奥尼尔在当下 如果张伯伦在当下 如果巅峰魔兽在当下 这些内线巨无霸们 能否适应当下流行的攻防风格 那么这一部结束就为大家分析 如果姚明出现的库里时代 会是一种怎样的场景 首先让我们重新描述一遍 姚明的整个NBA生涯 姚明自从被火箭状元选中后 姚明在NBA一共打了八个赛季 整个生涯都在火箭度过 生涯场均19加9的数据 但最后一年只打了五场比赛 所以满打满算 姚明也就完整的打了七年 而在这七年中 前三年是姚明比较健康的赛季 分别打了82场 82场 80场 场均14分8篮板 18分9篮板 可以说算得上优秀了 而后四个赛季 自从姚明增重 适应内线肉搏号 伤病就缠上了姚明的身体 开始不断被伤病惊喜 打了57场 48场 55场和77场 场均22分10篮板 25分9篮板 22分11篮板 20分10篮板 后四年算得上是 姚明最巅峰的时期了 姚明严格意识上的联盟第一中锋 是在2009年的时候 那时候姚明攻防一体 不论是投射还是脚步蹲位 都和几年前青色时期不同 他是那年NB最好的内线得分手 还是一个可以作为大当家 赢球的中锋 整个火箭队 他是唯一手心 麦迪在球队中的地位 都不如他 在麦迪报销的情况下 姚明独自逮队 进入气候赛 首轮并不确认地干掉开拓者 随后与当年的老大科比过招 但是令人痛心的一幕 大家都知道 姚明在巅峰的时刻倒下了 但姚明的球场统治能力 大家都是毋庸置疑的 在防守一蹲 他一直都是球队的体系直出 自姚明二年级开始 球队防守在NB一直都是名列前茅 而且有一组数据 就是奥尼尔在胡人 那就是天下无人能挡 基本在季后赛 都是场均20开外的存在 可只有一个系列 鲨鱼场均不到20分 那是04年西部季后赛第一轮 他遇到了有姚明的火箭 而那年姚明系列赛 场均15分 而鲨鱼也不过16分 虽然那时的鲨鱼 还是在巅峰末期 但限制鲨鱼的得分不高 挂20分 姚明防守的能力可想而知 说了这么多关于姚明的实力 那我们回到这个话题 把姚明放在如今小球时代会怎样 如果把巅峰姚明 放到如今的NB联盟 所出现的情况是哪种呢 是姚明在内线大杀四方 还是被牵制的全场乱跑和点名单打 大多数人都认为 小球时代攻防节奏快 三分投得多 而姚明一个大中锋 不怎么会投三分 而且在速度方面不及他人 所以根本没办法 适应如今的篮球风格 但仔细研究的话会发现 这个想法还是有些牵强的 小球时代 三分球是每支球队必须具备的能力 虽然说姚明在整个生涯中 投射三分屈指可数 但是因为样本过于少 没有参考的价值 从姚明常年稳定的罚球命中率 以及柔和的投篮手感来看 想要开发三分球能力 似乎并不是什么难事 用一到两个赛季来训练三分 基本上就可以玩爆很多中锋了 毕竟如今联盟里很多大中锋 在职业生涯初期 也同样没有三分球这项技能 因此可以说 姚明若是能出现在如今的赛场中 那么他很有可能 会成为名副其实的高架炮台 除了能在三分线外 提供外线活力 为队友拉开进攻空间外 姚明一流的低位背身单打和投射能力 会是任何对手的噩梦 你可以想象一下 一个二名多的大个子 在中距离跟你玩后仰跳投 除了巅峰詹姆斯或者加内特 也有谁能够盖掉姚明的球呢 如今联盟为了速度和空间而小阵容 打中锋位置的球员 基本都在二米一左右 甚至是二米零五左右 而二米二的姚明 被身当打这些对手时 将占据绝对的优势 同时再配合梦幻脚步 灵魂的脚步技术 配合命中率 十分可观的终结手段 可以说 姚明在内线终结进攻时 无人能挡 这也是确定的 另外说 姚明还能够在进攻党差时 大放异才 从之前跟麦迪的党差配合 就不难看出 姚明的党差 能够给队友提供 绝对高质量的掩护 党差之后选择顺下吃饼 姚明的身高和身体技术 必然会让他成为 当今联盟的禀王 再加上 无以伦比的罚球命中率 让对手不敢轻易下手 往外切 也可以轻松完成外线投篮 大大提高球队的进攻效率 虽然职业生涯场均 只有九个篮板 但考虑到 当时需要跟同样许多身高 撞到内线对抗 以及经常卡位 让队友收走篮板 所以这并不能真实反映 姚明的篮板能力 如果把巅峰姚明 放在如今的小球时代 姚明会打爆全联盟的 所有内线 从而获得一份 历史级别的 超级顶线合同吗 在如今普遍身高 偏低的内线中 身高占据优势的姚明 成军篮板15个以上 不是问题 抢下更多的篮板 就意味着 球队将拥有更多的出手机会 抢下进攻篮板 就可以在篮下 轻松完成二次进攻 在防守端 姚明的护框能力毋庸置疑 身高臂展战尽优势的他 在篮下几乎可以设立近飞区 职业生涯场均 1.9次盖帽 就有着足够的说服力 拥有姚明时 火星的防守效率 也十分可观 当对手突破到内线 需要面对姚明的火锅 或者干扰时 自然会考虑到 在外线寻找机会 这样的无奈之举 得分效率 必然不会太理想 当然在这样的假设中 姚明自身存在的一些优点 得到了更大程度的强化 同样他的缺点 也将会被进一步放大 在小球时代中 速度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而姚明的速度相对来说 是比较慢的 实际上 姚明在出入联盟时 速度还算过得去 但是为了提高对抗能力 而增重好 他移动的速度就直线下滑 若是放到现在 恐怕难以适应 如此快节奏的比赛 同时 姚明还存在着一个明显的缺陷 那就是侧应能力差 虽然有着身高优势 但是姚明的组织传球能力 其实一般 这也是为什么 普林斯顿拿法 在火箭收效甚微的主要原因 他只适合作为内线的终结者 却无法成为内线的侧应核心 这也给了其他球队放心 大胆包夹姚明的机会 而在防守端 虽然姚明在挡拆时占尽便宜 但在防挡拆时 估计也会吃上不少苦头 许多个能力出色的后卫 十分喜欢在挡拆之后小打大 面对脚步移动缓慢的大个子 无论是突破 还是在外线突放冷肩 都能够用较为轻松的方式 完成进攻 试想一下 挡拆之后 姚明换防对面库里 这样的后卫时 那不得被军训的头皮发麻吗 光是造犯规 就足以让姚明喝上一壶了 但这也不能说明 姚明适应不了小球时代 如果你的进攻端的作用 大于防守端 教练会设置防守战术 来最大程度的 掩盖你在防守端的劣势 正如当年绿军少帅 保护小托马斯一样 总而言之 姚明始终是一种假设 只能说时代不同 所需要的天赋 也会有所不同 球员也会根据时代特征 做出适当的改变 但无论如何 只要健康不出问题 相信大谣的智商和能力 放在任何一个时代 都可以有所作为 以上就是本部影片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喜欢 请点点关注 可行